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香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頻道 首先這裡有大馬Sir 馬來根 各位網友好 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隨時珍你好呀 和我家產生的 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香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煲 和三台沙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呀 好了 今節我們亦咬著一個地方不放 就是日本福島 因為這些東西是關乎全人類的福祉 所以我們一定會繼續深入報道 今次我就是講一宗新聞 就是兩位著名的記者 他們入了福島的禁區 不是外圍 今次是入了禁區的 目睹災難流低下來的痕跡 這兩名記者 一位來自澳洲的 就叫做 Jake Stammer 另一位 就是 Yumi Ashado 這個就是日本人 他們的稿是來自福島的 他就以說故事的形式 就說了他看過什麼 我就用他第一身的語氣去說 好 他就說 不瞞你們說 走進了這個已經遭到破壞的核電站的時候 我是有點緊張 這個是日本2011年核事故爆發的中心的中心 這個是一個很難的機會 讓我可以親自看看10年之後 究竟核災的中心 那麼清理是怎樣呢 但是 他全副full gear 當他走進了核電站的時候 環顧四周 深入電 深入面有些寒意 坦的不安 因為這裏就是 目前地球上 放射性最強的地方 他以前是入了福島禁區的外圍的 現在是核心的核心不是核心的外圍 核心的核心 他就說 以前在禁區的外圍 其實 核輻射量 都是很高的 根本是不可以住人的 而且雜草重生 周圍都是廢棄的 屋 車 甚至 你看到 有部自動販賣機裡面還有一罐汽水的 看到整個鎮 就好像 事故就靜止在那一刻 他說 他的感覺 是神秘 和詭異的 這裏曾經 是很多人的家園 他們的遭遇 同樣 令人心寒 所以 他抱著 即是我抱著莫大的勇氣 即是這位記者 抱著莫大的勇氣走入了 災難最深的源頭 即是核心區的核心區 一進到這個地方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 不知為何他的心跳得很快 有一種 恐懼 和焦慮感 他聯想到 整群結對的人 曾經穿著 全副的 他對抗一些 化學品 危險品 日夜奮戰的畫面 在他眼前 好像不斷浮現 就是10年之前的畫面 但是他又發現了很多情況 都發生了改變 這場 核災難 是日本有史以來最強烈的地震和海嘯後發生的 10年之前 海嘯卷直的地方 寸草不生 但是到今時今日 311造成的災難性的 影響 依然 在這個核心區 你可以看到 今年 2月13日 福島近海的區域 再次遇上強震 導致福島核電站 出現液水的現象 2011年 海嘯襲擊福島核電站 大家知道 撤斷了那裡的電力 還導致了三個運行中的 記住運行中 反應堆的冷卻系統 停止轉動 當時 只有用海水 染沒反應堆 才可以令到它迅速冷卻 避免溶毀 但是 有關方面 擔心這樣做 會永久性地破壞反應堆 所以 就沒有及時作出決定 日本政府下令 用海水 煙沒反應堆 那一刻 其實 已經是為時已晚 燃尿棒 因為過熱 已經是 融毀了 幾個反應堆就發生 砰砰砰砰砰 之後 扭曲的殘骸 就是他現在眼前的現象 扭曲的殘骸 至今暴露在外 一片廢土 到達福島第一客電站的時候 有人 給他 一個 輻射 輻射劑量計 還給了他一個索料袋 裡面裝著手套 一個 防護面罩 和三對襪 我拿到這些 物件 的時候 認真地看了說明書 一件接一件 套在身上 其實他之前做了很多防禦 曹氏 這次又 給他多一套 這位記者 和他的夥伴就說 這樣做的目的 是防止腹內 滲入任何的放射性物質 日本官員 開玩笑地告訴他 如果放射性物質 真的跑了進去 我就要把 褲子脫下來 留在這裡 噢 有像JJ 不是 他搞定了 一切就緒 他就跟著一位官員 穿過了一條小路 小路好像迷宮 就來到一個全身計數器室 全身計數器室 其實他就在那裏做了一次掃描 測量體內現有的輻射水平 這樣 他們 就可以看到 這位記者一日中 受到的輻射量有多少 整個地方 好像一個繁忙的蜂窩 他們說 裡面 有數千人在工作 記者和他的夥伴 就從這班所謂繁忙的蜜蜂仔 勤勞工作的人身邊經過 很多人都會說 你辛苦了 大家都知道在這裏工作並不容易 大家都和大家打氣 陪同他們的 東京電力公司的人 幾位官員 看著他們不要亂走 他們申請了很久才能進入 這場核災難 雖然發生了10年 變化了很大 變化也很大 其實是清除了不少的 放射性廢墟 官方就說穿普通服裝 就可以在 核電站範圍內的96%地區走動 96%不是全部 事實上 發給他們的面罩手套主要是為了 避免拾狗 而不是防止灰塵和輻射 這些官員說的 他就聽到官員說 東京電力公司用了10年時間 試圖冷卻和穩定三座出事的反應堆 這樣做 就可以最終 開始 是開始 開始 清除 堆內的 融融 核燃料的殘餘物 他們 官員說了這些事宜之後 就開車了 就把車開到 毀壞的反應堆前面 真是前面 那裏有 800多噸 高放射性的 融融核廢料 核燃料 是核燃料 在反應堆前面 你可以看到 很多穿着全套 防護裝備的工人 正在進行 除污工作 幾步 僅僅幾步之遙 輻射劑量 就從每小時 80 微西佛 就立即飆升到100微西佛 幾步 與此同時 他自己也帶了私貨東西 帶了一個 攜帶式的 劑量計 嚇他一跳 居然是響起身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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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射性好強 是啊 是啊 其實 警報聲 是告訴記者 核電站內 污染的 輻射量 累計已經有 零點零二 毫西佛 那麼 這些輻射量 就和向X-ray X講差不多 現階段 當然了 那些官員說不用擔心 不過他就說 你不用担心 不过就不要停留太久 据估计全面清理工作需要30-40年时间 不过很多专家都觉得这个数字是过度乐观 起码50年 东电原本希望在今年开始清除高放射性的残骸 但因为19就停止清除工作 之后就有人告诉他 有位东铁的高官就告诉他 我们的计划是用机械臂清除2号机组的燃料棒的残骸 之前他们已经觉得我们的计划可以 就是说专家觉得可以 他又说我们计划的设计机械臂已经在英国测试了 很快可以投入使用的了 当然冬电那些说得很乐观 他就说冬电的高级官员继续说 不过19的影响 制造过程和测试都推迟了 所以大家等一等 那位记者说要等多久 那位高官员又说 应该12个月就可以了 他继续说 冬电面临的问题 最紧逼不是这个 之后这个记者 就在想 究竟怎样清除100万吨的核废水 大家知道接触大高放射性溶溶燃料的水 都是受到污染的核废水 这些水经过处理 可以去除含有60多种不同的放射性物质 但高级液体处理系统 并不可以完全淨化这些核废水 当然了 东京电力公司就说 哎呀 含量很低的 不用担心 都是说这些事情了 其实目前 120万吨受污染的水 就储存在整个核电站 大概有1000多个储水罐里面 明年年底 在储水罐和核电站里面就没有地方了 目前日本政府想怎样 就是把核废水倒入海 很多节目都说过 不过 现在 其实 日本的渔民 就 很不开心 这位记者 从这个核心区就走了出来 之后 就访问了 一堆日本的渔民 其中一位 就是在福岛海域 布鱼已经50年 有多的一位 一位朋友 叫小野春雄 其实 因为 现在 出了福岛这件事故 当然政府是实施 布鱼限制措施的 小野 每个星期 只有 三四天 可以出海布鱼 日本政府实行限布措施 是为了防止 福岛 布鱼 上市 但是 他不是全部剪掉你的 他给你 他给你 補一些 让你有些生计的 但是 老实说 这些不知道是不是会去香港 那些黄友那么喜欢吃 是吧 但是 小野先生 他就说 核燃料 融融 其实就毁了他的一世 毁了他的全部生计 他就说 要大家相信福岛布鱼的鱼类 是安全可靠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本来 这个是多谢阿衰格 本来他就说 在 2011年之后的几年 其实大家慢慢都是 叫做 开始慢慢接受福岛的产品 不过 他现在说要 要卸下海 那些水 是 大家都觉得 哎呀 是不是这些东西又不能吃 的确他 他也说了实话 他说大多数渔民 其实是在东电 领取了 这个补偿金 是彌補收入上的损失 但是小野担心 这些废水卸下海之后 捕鱼叶就会彻底圆弹的了 的确 他就说 你说村没问题 但是消费者怎么想 是消费者觉得 不是你说没问题 消费者就会听你说的 是啊 他就说根本就买不到鱼的 那这位 这位老先生呢 他就 说呢 以前一直都是反对东电这个计划的了 他就希望将来 30到40年内 亲眼可以看到 福岛第一核电站 关闭的全过程 70岁 活到101岁 老先生 他就说我要活到 100岁 做到100岁 亲眼看到 这座的东西关闭 因为关闭之后 虽然自己 看 以后都不捕鱼了 就是刮了之后 他意思大概就是 但是有纯正的海水 我的子子孙孙都可以做回捕鱼事业 小野先生其实 在211的时候 海啸当中 全部的兄弟就没了 全部的家当 都没了 他就问了日本政府一句 他说为什么福岛要承受日本史上最大的痛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福岛 其实整个福岛的 日本人都希望 是一个没有污染的未来 在核电站南部 岩城市 有一位 卖鱼的老板 叫大川盛政 记者也访问了他 他就说 我这家 鱼当 的生意在那场 核灾之后 减了一半 虽然用了10年时间 但是 亦是回不了过去的 他这家店是百年老店来的 从他爷爷那里开始做的 他家店是1910年开始营业的 所以 他就说跟很多当地人一样 只希望核电站 尽快关闭 其他事情他不想 记者最后就说一说 他说看了 福岛里面的 这个核心区叫禁区 一丝悲凉 就是本来一个挺好的地方 鱼业也很繁盛 可惜就是一些错误 当然日本政府也隐瞒了很多错误 使本来很好的地方 变成了退换敗牙 是吧 其实他总结就是 表面上是清洁了 就是核灾区 但是 里面实质可以清理的东西 是基本上没做得完的 是没开始的 实质的清理是没开始的 因为你核的东西清理不是 华道的 是吧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